发现科学 带您看看 科学家最近解开了天王星过热的谜团 在太阳系当中 天王星是距离太阳最遥远的一颗行星 接收到的阳光强度只有地球的大约400% 不过它的行星温度零下200度 却比模型预测高出了好几十度 为什么呢 英国莱斯特大学天体物理学家 从好几百张天文照片当中 因为发现了天王星北部 其实存在着红外极光 对行星有加热的作用 而现在已经知道天王星 同时拥有红外极光还有紫外极光 有距离未来研究内海行星 以及西外行星的磁场 还有大气特征 在太阳系八大行星当中 这颗外观呈现绝美青色的气体行星 天王星 距离太阳大约30亿公里 是地球与太阳距离的19倍 而行星上的阳光强度 也仅有地球的大约四百分之一 不过天文学界却长期存在着 一个难解之谜 距离太阳如此遥远的天王星 表面温度却比预期高得多 过去我们认为天王星和海王星都很冷 那实际上它并不是这么的冷 它暖过头了 它的表面温度大概是零下197度左右 也就是大概零下200度左右 行星与恒星之间的距离 影响着行星的表面温度 最临近太阳的水星金星都超过400度C 而零下200度C的天王星冷 但应该要更冷 英国莱斯特大学天体物理学家 Emma Thomas说 像天王星这类气体行星的温度 都比预期高出了数十度 不过今年Thomas和研究团队 从224张天文照片当中 意外发现了天王星北部 存在着红外线极光 对行星有着加热的作用 也破解了这个谜团 在天王星的大气里面 有一个所谓的三氢阳离子 那这个三氢阳离子呢 本身它所发的光谱就是红外线 在宇宙中的那些带电的粒子 就是沿着这个天王星的这个磁场 进到天王星的大气层 氢分子受到带电粒子撞击之后 就会变成一个带一个正电的氢分子 然后这个氢分子呢 再跟另外一个氢原子结合 就会形成所谓的三氢阳离子 与其他行星形成极光的机智相同 都是由于太阳风的带电粒子 沿着行星磁场进入大气中 再和高层大气的原子碰撞产生发光 例如地球肉眼常见的绿色极光 就是照低层的氧原子与高能带电粒子碰撞 产生的结果 而由于红外线为不可见电磁波 因此肉眼难以观察 科学家在早期其实已经有发现 天王星上面也有紫外极光的状况 那红外极光是这一次的新的研究中才发现的 那我们平常地球上所看到的极光是可见光波段 那紫外极光顾名思义就是紫外线 红外极光既然自然就是红外线 那两者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能量高低 一般来说紫外极光所需要的深层条件能量比较高 红外极光的条件比较低一点 不同热力作用的机制影响着一颗行星的光度与温度 而目前天文学上已知木星 土星和天王星 都具有紫外极光与红外极光 而与天王星同属内海行星的海王星 目前仅已知有紫外极光 是否存在红外极光 则有待进一步探测 在我们所发现的系外行星中 5500多颗已确认的系外行星里面 有将近1900颗是类似海王星的行星 藉由研究天王星的红外极光机制 我们可以更加的了解 内海行星的它的磁层 大气层 还有热层的里面的偶合状况 那借此来推测或是推断 说系外行星是不是也有相同的机制 科学家也认为 藉由紫外极光 红外极光的探测 能进一步研究内海行星 甚至是系外行星 在不同层次是否存在着 适于生命生存的条件